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只要注意这几点,就能找到好看又适合自己的短裤了,一,长度很重要裤腿多长才能凸显出腿部的优势呢? 很多人可能觉得短裤越短显得腿越细越长,其实并不一定我过于短且紧身的短裤,如果是身材偏瘦的女生穿起来效果确实是更显腿长, 但相反,身材如果是略微肉感的女生,由于裤腿短移不小心,露出过宽的胯骨,就会在视觉上带来一种横向压缩的感觉。 真正选腿细且得体的短裤长度,裤腿正好是在大腿变细的位置,照镜子的话可以看到,就是大腿内侧的一个凹点, 只要保持裤腿和这一点在一条直线上就可以了。 对于夏天有洁疲的人来说,长一点的裤腿也许更加合适,这里就不得不说下百目大短裤,基本与膝盖持平的长度, 日常坐在哪里都不用担心皮肤和外界会直接接触,但比起长裤又清凉不少,不过这种到膝盖的长度也不是人人都能够轻松驾驭的, 它对于腿短的人就不够友好,如果一定想穿的话,可以选择长度没有完全盖住膝盖的。 而款式说到款式,无外乎是高腰、中腰、低腰三大类,其中,高腰能够拉高腰线,受到了不少女,生的喜爱, 但想说,高腰虽然可以给腿部线条带来拉肾的效果,可是对于那些腹部不够平坦的人来说就要小心了, 就拿身材微胖的Volentine Fragment来说,也许正面看还好,但是侧面很容易暴露出小肚子的弧度。 另外,高腰款的短裤对于那种肩背线条比较厚实,和胸部过大的身材也不是很流好, 由于腰线被抬高,导致肩背线条被压缩,很容易让肩背看起来更加宽厚,同样,胸部过大也会显得上半身很局促。 所以啊,大家选短裤的时候,不必明显于非高腰款不可,像腹部不够平坦和肩背线条耗实的身材,中腰款式的短裤也许更加合适。 三,版型牛仔裤的版型比较常见的是A字形和H字形直筒形,如果是大腿本身不够细的话,那么也不建议穿紧身款的短裤。 不仅显胖,穿下来一天,你会发现大腿根部很可能被勒出了印子,不妨换成这样裤腿比较宽松。 A字形短裤,会更显瘦一些,如果是臀部,胯部比较变平,A字形还能修饰臀胯问题,凸显腰身。 近两年牛仔裤还流行鞋边设计,不仅能够营造出大腿据实感,又不会过分暴露,但在选择版式的时候,略为带点宽松度的版式效果会更好。